而面对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演说时的强调 未来改变和挑战只会多不会少 然而华人社区民众的权益谁来雇呢 东西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任加州州众议员陈利德 分享上任三个月来他的感受以及坚持 从上任第一天起大前行政命令 美国总统川普行事雷厉风行 就连最近一次国会演说也吓坏不少民众 但身为加州第55选区的参议员 陈利德关心的人是华人选民 跟有政府有关的 Accounting Real Estate Video Language Monitoring 跟有any type of test Barberon Cosmetology 还是even the LSAT 我们有这个在中文里面的Application Test in which你们可以不但申请 但是你们可以用这个中文来考试 因为毕竟在加州 这个是Pacific Green 我们是Country of Immigrants 现在在加州 我们是Majority Minority 雄伟的建筑 浓浓的学院风 逛耶鲁游哈佛还不够 更多华人家长也期待自己的孩子 也有机会进入一流学府实现美国梦 可事实上面对可能死灰复燃的 SCA5法案 陈寗泽则承诺将与严格把关 SCA5是一个Bill 是一个Legislative Package 但是会排斥我们亚裔的 特别是我们华人的社区 虽然你可以满分的大考 一个SAT 你可能的GPA是个4.0 但是因为你的皮肤是黄的 头发是黑的 我们是亚裔的背景 我们会排斥 不能进去更好的学校 像UC System的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racist 一个不合法的Legislative Package 1 2 3 满满的人潮加上各种口味的面包 看一家又一家的华人企业 成功进驻南加州 但风光的背后却是从申请到审批 不为人知的等待过程 因此成立的更期许未来 要帮更多商家 争取申请流程简化与放松管制 政府常常是个big problem for小企业 因为so much requirements from conditional use permit to health permit to fire permit all these permits 他们要说你必须要做的 to open up a business in state of California 但是我们应该对我们小企业家 我们华人士去像一个客人 像一个customer 我常常开玩笑说 one of the worst places to be 最不喜欢去的地方是DMV 我们现在要确定 比如说你要开个餐馆 你的health inspection 你的卫生的inspection 到你的alcohol beverage control 你的licker license 还是你的conditional use permit 还是你要从你的fire inspection 都可以在一个地方拿到这个permit 不同其他民选官员喜欢四处跑 与民众热情互动拍照 成立的更欢迎华人随时到他办公室表达意见 让身为人民父母官的他有机会服务社区 你有你自己的idea 我一定要听到你的idea 我想听到你的idea 因为永远不要忘记 我是替大家做事的 每一个民选官员是替你们做事的 Your government is something that you should not be scared of Your government should be scared of you 所以有什么样的问题 Don't hesitate 不要犹豫 直接给你的民选官员问 直接跟他们讲 因为他是替你上班的 分享三个月的州议员生活 让他感受良多 成立的强调将继续为华人发声 并且把关司法 同时也呼吁华人多参与主流活动 展现华裔影响力 东森新闻彭迪 杨平俊在洛杉矶采访报道 继续为华人们发声的